大家好,我是道义文斌 今天呢,我要做一集 关于这个中药用量的问题 也就是说,古方、金方、商寒论里面 它的一两到底是多少克 这个呢,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给我提出质疑 他说,你的用药量太小 那个,古方的一两应该是现在的15克 那今天呢,我就专门录一起来谈谈这个问题 线上结论 中药,它的浓度到底是应该多少 那,我给你看看我这个 这个是什么形状,水滴的形状 水,淡,水很淡 但是水的力量有多大 所以,中药必须要淡 然后,我来看看我们各方面的人 对这个的研究吧 首先,我说一下 就是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主 它有些错误,能够千年不改 完全有可能 就像,我觉得这个大陆中一节 这个中药用量的问题 就是 2000年 它都改不了 它就用的太多 量太大 只怪我们这条船太大 大陆这个船太大 要掉头很难很难 缺少一种纠错机制 当然 其实大陆也不缺乏 学者自以 主流中医界的这种中药用量 但是没能听得进去 这给我等话说 所以我这里比较可怜 大陆的人啊 大陆的病人啊 喝的中药那么苦 捏着鼻子喝下去 又浪费了很多的钱 你想想看 你比如说本来 那个药量只要两克 你用二十克 那这个价格是相差了几倍啊 十倍 你说 是不是一生叹息啊 那用量量到底要多少呢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目前在用药量上面 有四种说法 一种呢 说是一两等于15克多 一种呢 13克多 一种呢 说是一两等于3克多 一种呢 一两等于1.4克左右 好 一两等于15.6克呢 说法呢 是一个叫科学凡的人 他在一篇文章中 他的一句呢 是东汉的考古文 东汉 大家知道那个 我们当众型的商寒人 他就写于汉朝 他那个文物呢 就是一个叫 光和大师农 同权 他是一个那个权衡 度量权衡的一个器具 那个 这个人呢 他支持 那个一两等于15克多 但是呢 他的问题是 他这个权上面呢 他没有标示 他只是推定这个权的相当于12斤 所以我们这个说法呢 不采用 还有一种说法 是什么呢 是说一两等于13.4 13.75克 13.8克这样子 这个说法呢 也是有一个叫邱光明的人 他写了一本书 他呢 就是依据呢 也是有一个同权 东汉出土文物 有些 那个 他这个问题 他最后得出来呢 那个在东汉的时候呢 一斤呢 大概是220克 然后一两的 约为13.75克 但是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认为 在东汉的时候 在古代 他只有官方的 定的那个权 度量横 他没有民间的 或者行业的 度量横 这个明确是不对的 好 然后呢 换一两等于13点多呢 有一个叫 叫什么名字 让我看一下 叫黎明雨的人 在临床上呢 他累积了300多例的经验 证明 这个计量是有效的 这个反而我倒是要批评一下 你这个临床验证 有什么用的 我跟你举个例子 你说杀鸡用什么刀 用小刀可以 用斧头可以吗 也可以 用大斧头也可以 但是 你去证明大斧头有效 这个有用吗 你为什么还不去证明一下 那小刀是不是有效 你1.37你觉得有 你临床有效 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 13.75你觉得有效 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 1.37是不是有效呢 对吧 好 我们继续说下去 那么还有一种 我补充一下 前面呢 一两等于十几分呢 这是大陆中医界流行的用量 然后我下面说一种说法 是一两等于三克多 这个是呢 就是台湾呢 他比较用这个 你看台湾还比较靠谱 对吧 好 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的依据是 李时珍 明朝的时候李时珍 有这个说法 还有清朝的时候呢 一个叫汪洋 的汤头割绝 有这个说法 这个我觉得是 如果我要采信 那个古代的那个考证的话 我肯定要采信更早一点的人 明朝清朝太晚 你看明朝的李时珍 他写了那个本朝纲目 这本书太多的普通作影的东西 不识的东西 夸夸其他人的东西 所以现在主流的 那个研究金方的人 他不用这个本朝纲目 本朝纲目很多人认为有名 那都是中医里外的外行 他们一说就中医 他本朝纲目 实际上内行是不用的 好 那个 这个说回来呢 我刚才前面说过了 其实中国呢 他不确明白 中国也有这种大事 他的有正确的结论 你比如说 有一个叫吴慧的 在新边解明 中国度量很通史中指出 东汉的一般的称物呢 这个权衡呢 一斤 一般是250克 但是呢 在药房里呢 它的称是两样的 你现在还去看 药房里的称是不是两样的 它的招业的小称呢 一斤只有25克 所以 他得出的结论是 一两等于1.5克度 你看 慢慢就靠谱了吧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日本 日本人做事 他的细腻 他讲究世界 有一个日本人 那我看看叫什么名字 好 这个人呢 叫首谷叶哉 他根据 过去有一个那个学者 那个学者应该是 那个在南北朝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 陶红锦 写了本 本草经集中 他里面提到了 有一种叫生龙秤 这个生龙秤 生龙秤呢 在描述他的时候呢 他写了就是 那个十六米 十六黄米 十数 是一株 六株是一分 四分是一两 十六两为一斤 这个叫生龙秤 好 他就是 用这个说法 他去做试验 什么世界呢 他就用那种叫树 就是黄米 就比小米大 叫黄米 这个黄米呢 它是一粒一粒 去数 按照这个陶红锦的说法 那个应该是 那个一斤啊 这个树米呢 应该是三千多粒吧 三千八百四十枚 然后呢 他就数 那那么一两 到底是几粒米 就放上去 一看 他得出的结论 是一两 等于 一点四克多 我最相信这个解论 一两 它是一粒粒米数出来的 好 那 人家日本 通过了 也是通过了千年 两千年的这个事业 证明这个 消疗效 也是有效的 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中医界 他也是认为是有效的 我这两点 我都承认 都承认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一两等于四五克有效 一两等于一点四克多也有效 那你为什么不用一点四五克呢 难道你的钱是飞来的吗 而且这个自然资源也很重要 而且你把这个药开得很浓的话 伤能啊 首先伤你的脾胃啊 你到底是在喝治疗 还是在伤身啊 最后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我这个能够信写 任何人说的东西 我都要去验证一下 所以我也做了大量的实验 根据我的最后的得出的结论 股方的一两 我取两克 为什么取两克 我不是反对日本的那个说法 是因为现在的中药跟过去两样 现在中药是大规模种植的 第二点 古时候的日本人身高体重还要小一点 第三点 我举个例子 你想 你想 那个鸡 土鸡跟快餐的鸡 都是鸡吧 但是 它的口味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放心 现在的中药还是有效的 我都试过 你只要是做到 一两等于两克 你完全能够见效 这就是我的结论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